來自英國倫敦動畫工作室的老師 利用來台的假期 跟著慈濟大學和慈濟科技大學的師生 一起走進了花蓮新城鄉 收集孩子的繪畫 用不同的方式讓孩子重新認識自己 我們要求他們用照片 而言語 是因為我們在巴格拉德製造成一個模式 我們在工作為無家的孩子 也有孩子沒有學校的資訊 姐姐 她是姐姐 她在哪裡 孩子們不怕與老師的語言不通 他們一筆一畫的將想要表達的故事 都變成了四個漫畫 就是不想講的就可以講的嗎 不想講可以從話中說出來是不是 這樣假日陪伴的課程持續了十個週末 學生和老師從沒有喊累 帶著純粹付出的心 希望講更多的資源帶入偏鄉 他們來這邊的動力就是 看到小朋友的成長 就是永遠會跟我說 她覺得她每一週都會想到小朋友 這一半可能又會給她一些驚喜 例如說她看小朋友可以做好 她的小朋友可以有一些回饋 他們就會覺得很感動 近似金社法師和慈濟之公 也帶領這群孩子 學習用感恩的心 感謝過去一年親朋好友的幫助 更要用歡喜心迎接新年 帶來新聞正常美之公 李玉蓮 沈秀華 華聯報道